大批警力全部聚集在地下室裡面 一輛白色敞篷車停在路中間被遠景包圍 用戶報有發生強案一路追到這裡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現在要把它 先開到我 先開去管理所 我還要 再把移回來 晚點再看 晚點再看 再突然晚點再看 因為這台車子你們剛才搜索的 沒有狀況 你們為什麼要把它開走 身穿白色襯衫牛仔褲 他就是涉嫌搶車子的37歲 連性嫌犯 警方調查他當時花了200多萬買車 向融資公司貸款95萬 但因為有60多萬沒有繳 被融資公司拖走 嫌犯不滿跑到保管廠裡面 被害人報案 男子恐嚇後直接把車開走 主要就是如果你 他們通知他們一個月 大概過一兩個禮拜後就開始通知 如果你們就是沒有交換什麼的話 他就會開始比較強硬的手段 就是把車直接拖回來 這樣子 因為超過一個月以上 他們沒有那個權力 連性嫌犯把車搶走後 被監視器拍下一路往高速公路逃 他從中午12點 從清北市五谷的保管中心 一路逃到台北市信義區的停車場 停好車後在公園被警方巡邏釘上 才半個小時就落網 監視器掉落狀況 我們是在床上網網 找到公園看 我們去找廣告 我們要到HKkim